位于中正高架桥下的爱一路机车停车场计划改建为二层钢购停车场 金融市议员壮龙青在咨询时关切相关进度 对此交通处长苏宣之回应表示 因为工程发包多次流标 加上配合中二中三桥梁改建 已经确定无法在期限内完成招标 因此金融市政府方面已经策案 因为发包还是非常的不顺利 然后另外考量就是 我们必须要先以中二桥中三桥的施工为优先 所以确实没办法在公务总局 它的前端计划的时程里面去符合招标的一个作业 后来的话大概经过审议委员会 因为我们没办法完成这个招标的话 那他就暂时先把所有的经费 他先就是这个案子的部分 他们就请我们先做一个策案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会再观察 就是说周边的停车的一个状况 再来检讨是不是还有续推的一个必要性 不过庄荣青认为市区机车停车位明显不足 建议金融市政府仍以寻找适当地点 披荐机车停车场 经费没有办法保留来施作是很可惜 我想整个我们市区的机车停车位明显的不足 所以造成很多骑机车的市民朋友 有时候违规停车被开单 所以在这边也是希望说 那我们交通处既然这个爱一路的机车停车场 没有办法来施作 但是还是要找一些适当的地点 来设置机车停车位 另外地方期待多时的 金融市信义国小校设计地下停车场改建工程 预计10月底完工启用 配合停车场出入口 金融市政府方面计划将信义国小前行人穿越道取消 金融市委员钟农青在咨询时 特别表达反对立场 对此金融市政府交通处方面 已经决定暂不取消 等启用后试状况再进行调整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